自从8日起,中国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出现酷热高温 部分地区温度更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 气温突破6月最高温记录 严认得气候和连日高温使得不少人中暑 有网友表示,北京天坛医院爆满,甚至有人死亡 中国不得不增加雾炮车和洒水车的出动频率进行降温 高温天气下,我们以机械代替人工增加了雾炮车、洒水车的作业频次 热浪也同样席准位于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 据当地气象部门指出,该地区的高温将持续一周左右 气温最高可达40度 新疆气象站预报员表示,北疆6月11日到14日 还有南疆6月16日起,将进入今年最长相对强烈的高温期 当地警方也警告,高温下续注意车辆安全 在驾车出行之前,一定要对所驾驶的机动车的电路和油路 以及轮胎进行相应的检查 同时,在车内切勿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防止由于高温天气发生火灾 不过随着中国部分地区迎来创纪录的高温 却仍有许多游客冒着酷暑 涌入中国新疆风景秀丽的火焰山 体验用沙堆烤鸡蛋 当地坐12公尺高的巨型温度计更显示 地表温度近高达摄氏75度 中国气温创下历史新高 亚洲各国都在努力应对极端热浪带来的威胁 环宇新闻周安阁综合报道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